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嘉义基督教医院院长姚维仁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医院的点点滴滴 谢谢 太好了 这是一个为爱而生的一个医院 所以既然是如此 我想问一下姚院长 我们嘉义基督教医院这么大型的医院 一千一百张病床 服侍一年一百二十万人市的病人 请问我们医疗服务的愿景 从哪里来 我们的愿景 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爱 来服侍需要的人 并且我们是一个全人的医疗 包括身心灵 家庭和社会 我们秉持这样子的爱 来让嘉义地区 甚至更远的地区 能够享受到全人的治疗 这是我们的愿景 太好了 令人感动 那这个动力从哪里来 我在当系主任的时候 就跟同学说了 你们如果会看病 你是三流的医师 你会看病人 你是二流的医师 你会看全人 那你就是一流的医师 如果你看的只是钱 那你是不入流的医师 可见在社会很多不入流的医师 容我这么说 大家很多都是为了钱 开医院来服务社区的 为爱多走一里路 非常令人感动 那姚院长我也听说 我们嘉义基督教医院 不仅服侍我们当地的嘉义 跟云林地区的 我们的父老乡亲 远地的我们也一样 有医疗服务 对不对 我们的医疗服务从近到远 包括我们先从嘉义本身 附近的社区 一直到三地 然后我们又服务了 在嘉义地区的一些外籍移工 外籍新娘 包括泰国 菲律宾 越南 那这些经过服务的病患 跟劳工 有些都已经回到原地了 我们还会去看他们 他们也在那里 接受了耶稣的爱 在那边成立了一些教会 所以我们的医疗队 也就去到了 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 所以我们的爱 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医疗 让爱能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太好了 而且为爱多走一里路 不仅是在台湾本岛 还有东南亚远地 听说还到东非去 我知道你个人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在菲律宾宣教的时候 我听了我都非常动容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 你服务一个没有脸的一个妇人的故事 有时候我们如果不出去看 不知道世界上会发生这么多悲惨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去了菲律宾 我们事先就知道说 会有一个人会来看 说我们得到的讯息是说 他脸上攒满了瘤 我们以为是一种叫做神经母细胞瘤 后来我们去看 那个老妇人是 有两个妇女把她搀扶过来 她的脸上是包满了纱布 我们到了诊间 就打开她的纱布 发现她没有脸 因为她原来是有癌症在脸上 所以她的整张脸 就只有舌头在那动着动着 那是一个很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 我们很难想象 像这样的人居然还能够活着 看到这个情形 其实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的医疗很有限 所以在现场 我们就只能安慰她 为她祷告 是 那个时候我们就问她说 你最想我们为你做什么事情 是 我们心里想的是说 她喜不希望我们 完全的来医治她 她病得医治 结果她要说的事情 让我觉得很心酸 她说 我最想吃肉 因为她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肉吃了 因为她没有牙齿了 她只有舌头可以动 所以她每天只能喝水 或者是吃异体的饮料 所以她没有吃过肉 所以她一生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吃肉 我们就看见一个人 她的健康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 她最基本的需要 就是得到在吃方面的一个满足 满足 她已经没有想到说 我要完全好 甚至说我可以多活多久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 其实在台湾的健保 是这么样的可贵 平时我们觉得说 台湾的健保 对医院很苛刻 但是假如说 在当地有这么好的健保制度的话 那么她就可以比较早期发现 她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医疗 当下我们觉得已经能够做的 就是带给她安慰 带给她祷告 但愿上帝能够亲自医治她 我难以想象没有脸的妇人 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空气水 甚至吃吃肉 在她来讲都是非常正规的 对 而且特别在人的需要上 看到上帝的爱 谢谢你们为爱多走一里路 我也想了解一下 听说不是每一项医疗服务 我们嘉义基督教医院 都是赚钱的 但是即使我们不赚钱 我们也应该做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辅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从二十几年前 就开始做了社会上的服务 社会上偏远地区的医疗 我们做了我们的早疗的服务 就是说把一些发展迟缓的儿童 把他找出来 然后接受他该有的教育跟医疗 让他能够在小的时候 就得到了该有的成长 能够融入到幼稚园或是小学 这样子他以后在社会 还能够尽上自己的贡献 那这个当然不会有赚钱的 但是我们做我们应该的事情 然后看着他们的成长 我们心里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特别看到家长们 这些家长们一开始听到说 我小孩子怎么会是发展痴缓儿 他们一开始是排斥的 他不觉得他们有病 但是以我们的专业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应该要接受医疗了 慢慢地他们清楚了 他小孩子是有状况的 那送到我们的早疗中心以后 小孩子的成长 也让父母亲得到安慰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那不只是在早疗的事情上面 我们接受了许多在社会上 失智失能的老人家 我们训练他 恢复他的职能 让他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也好 做一些高饼也好 让他有信心 能够重回这个社会 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 爱的传递 为爱多走一礼路 我们为此无怨无悔 也希望这些弱势的团体 能够得到帮助 听起来实在令人感动 为爱多走一礼路 而且全人关怀 不是不路流的医师 是非常的关心全人 这是让嘉义基督教医院 令人尊敬的一所医院的 伟大的地方 谢谢 应该的 是 那谈谈你个人好了 姚院长 你本身的背景 也是令人尊敬 你也是陈大医学院的院长 又承接了嘉义基督教医院的院长 所以谈谈你个人 你有一个故事 听说你其实原本不是要念医的 而且是被爸爸架上计程车 来读医学院的 你来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 你说的没有错 当初我建宗毕业以后 考大学联考 我考上的是台大农金系 我当然不知道农金系要读什么 只觉得台大听起来名声很响亮 那大学生活会自由自在 多彩多姿 但是我爸要我去考军校 考国防医学院 是 偏偏又让我考上 那这个时候我的选择就很困难 我希望我能够自由自在 但是我爸爸看得更远 他看到说当一个医师 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的人 是 所以我爸爸就帮我打包行李 是 就把我架上计程车 所以计程车就开到 国防医学院的营区 那 一进门就看到 一个老先生 我爸以为那个是营长 我爸就跟他举光哈腰 请以后多多照顾 后来才知道 那个老先生是 撞球社的那个管理员 不过看得出来 我爸爸对我的期望非常的高 很高 他希望我在那里 能够得到好的照顾 因此我就开始西医的道路 当然这条路也非常的辛苦 因为是一个漫长学习的道路 是 那既然心不甘情不厌 上了医学院 在国防医学院里面 你来分享一下 整个学习的成长的过程 如何从心不甘情不厌 到心甘情愿 多走一里路的动力呢 我发现一个人 是蛮有弹性的 一开始或许你不太习惯 也许这不是你最好的选择 但是当你走上去以后 你会发现说 当一个医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努力的去学习 是 你会想办法充实自己 学习好的技术 让病人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是 所以慢慢的就喜欢上了 习医之路 那这个是慢慢来了 等我当了系组人以后 是 我同样问我这些进来的新生 年轻人 你为什么要当医生 是 那出乎我意料的 是 真正想读医的 只有百分之十五 只有百分之十五 就一百人当中只有十五个人 其实大部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读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 都这样子学过来了 因为医生确实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是 所以 这些学生我们慢慢的就让他们寻寻善诱 带领他们走上习义的道路 并且让他们勿忘初衷 无怨无悔 听起来姚院长 你的长成的心路历程 你回馈之后来教导年轻的学者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个关键的问题 跟你的信仰有没有关系呢 要学医 你要忍受许多的压力 是 包括许多的挫折 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份信仰 你知道上帝爱你 上帝要你完成一个使命 你就会努力地达到目标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 我就是努力地学习 讲一个秘密好了 秘密太好了 跟大家来讲讲 国防医学院是一个军校 是 所以除了读以外 还要读政治跟军事 是 对 那政治跟军事 大家都没有兴趣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大家都要拿书出来抄 讲的不好听就是作弊了 是 但是因为我是基督徒 所以就跟另外三个基督徒 所以就跟另外三个基督徒 我们就约好了 考试的时候我们就做第一排 就是说我们三个 是 我们不作弊 嗯 虽然我们考的成绩比别人差 但是我们不作弊 这就是我们为了体现 上帝要我们的心意就是要真诚 要诚实 这也奠定了以后 当一个医师的基础 是 除了爱以外 你要有真 是 所以 听起来你的信仰 帮助你在长成的教育当中 让你有动力 有真诚的信念 对上帝的使命 勿忘初衷继续往前走 而且你能够帮助年轻人 讲讲你爸爸的整个的家教 对你个性的影响好吗 因为你几乎到任何的场合 无论医院的感恩聚会 在宣教的聚会 在任何的同人的场合 都会提到你爸爸压你上计程车的故事 你对你爸爸是既尊敬又非常感恩 我爸爸对我影响确实非常的大 我爸爸是中医师 中医师 我们家是一个药房 是 那我爸爸就在经营这个药房 然后看这些病人 我爸爸看病人 是从心里面去关心他们 所以会跟他们聊天 知道他们的需求 然后我爸收费 会很便宜 甚至很穷的人 我爸就不收费了 穷人不收费 甚至有一些有需要 但是他没办法来的 我爸会亲自到他家去做诊治 看到人家的需要 对 那所以 本来以为当一个中医师 应该是收入不错 是 但是我们家的环境好像没有好过 哦 因为我爸爸的收费 他对病人很好 穷人不收费 甚至还去帮助他们 这就建立了我以后 在行医的路上 我用同样的态度来看我的病人 是 就是 当一个医生 最重要的是 关怀你的病人 而不是看在钱的份上去看病人 我也用同样的理念来教导我的学生 是 所以听起来是你爸爸 他的身教 还不是严教 他的 人心 人医的身教 影响了他的宝贝儿子姚维仁院长 因而你影响了你自己的学生 对 刚才说 他是身教不是眼教 这是确实的 是 他的话不多 但是在重要的关键 是 他就会说了 对 他会说 或拿棍子出来 对 那是小时候 因为有一次 我跟我太太 是 还没结婚以前 有一次 我们觉得说 我们该分手了 因为很多的观念 理念 不太一样 这时候我爸爸就说话了 是 我爸说 这个女孩子不错 要好好把握 因为我那时候女朋友 来到我们家里 她都会帮忙打扫 帮忙做菜 帮忙做家事 是 是 所以我爸爸非常喜欢她 姚院长夫人是这样 所以现在是院长夫人 是 是 那个时候 她就是一个非常 勤奋 非常 有爱心的一个小女生 是 所以听爸爸话 当爸爸的好小孩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姚院长的确得到了 各方面的影响 因而 养成的教育 成为你现在 人心人医 而且帮助你自己 也帮助这一代的年轻人 更是帮助现在的 嘉义基督教医院 能够在本地 远地 造福很多社区的病人 真是非常好的榜样 有美好的父亲的影响 进一步 人心人医 帮助年轻人 也帮助我们嘉义地区的 本地 远地的病人 为爱多走一里路 特别是从别人的需要上面 看到上帝的爱 而且为爱多走一里路 希望今天的节目 你跟我一样 受到无限的激励